我们将ак甲开埃隆。马斯克结结巴巴的言辞,一场深刻的工业革命正在悄然发生。此刻,2026款特斯拉modal 2的生产线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精准度突破了汽车行业曾视为天方夜谭的极限。 这条生产线以惊人的每日3000辆Model 2的产能运转 其焊接冲压与总装工艺所达到的精度 无异于一场工程奇迹 究竟是什么样的技术支撑着这一切 这条生产线真的具备颠覆传统汽车巨头的潜能吗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 我们将深入剖析其颠覆性的技术参数 这些优势是福特通用 大众等传统制造商目前难以望其向背的 同时我们也将揭示这座制造奇迹 将如何在全球电动汽车产业掀起一场结构性变革 请务必继续关注 因为每一秒钟都在展现特斯拉 如何彻底颠覆整个行业 呈邀您加入我们1万人的强大社区 点击订阅并开启提醒功能 这将是您零距离体验电动汽车未来发展的最佳平台 第一 特斯拉的新型设备与生产流程 如何打破传统束缚 您是否曾思考 一辆汽车如何能以创纪录的速度 从原始钢材蛻变为完整的Model 2成品 答案并非深藏于某个秘密金库 而是正在特斯拉的生产车间中 以实时动态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 这些即将揭示的数据将迫使每位汽车工程师 重新审视物理极限的定义 那么究竟是哪些创新设备 让特斯拉的生产线与底特律 慕尼黑或上海的工厂截然不同 从核心设备说起 升级后的特斯拉GIGAPRESS一体化压住机 如今以6500吨的夹紧力运作 能够一次性压住成型Model 2的整车底盘 从而减少了220处焊接点 这一革新使车辆的缺陷率降低了62% 同时车架刚性提升了32% 这意味着Model 2在面对崎岖山路时 其结构完整性是传统车身框架结构望尘莫及的 该压住机在1150华氏度的高温下运行 采用美国产铝合金 材料利用率高达97% 远超行业平均的82% 仅此一项 每辆车即可节省750美元的材料废弃成本 在注重成本效益的德克萨斯市场 这笔节约将直接汇集消费者 再看特斯拉部署的机器人大军850台配备快速换刀装置的ABB机器人 能在短短9秒内完成工具切换 作为全球三大工业机器人制造商之一 AB集团与日本发纳科及德国库卡并驾齐驱 特斯拉这些ABB机器人的独特之处 在于他们能以S级速度实现任务切换 例如机器人可连续焊接数分钟后 自动切换至紧固螺栓或检测车架工序 整个过程无需人工干预 在这条新生产线上 这些机器人每班次可处理16种Model 2的不同变体车型 目标日产量高达1650辆 远超当前Model Y的生产效率基准 然而仅仅追求速度而忽视精度是毫无意义的 因此每台机器人均内置硬变剂 确保螺栓拧紧精度高达99.5% 此举时对其误差降低了38% 这对于佛罗里达州潮湿环境下 电气连接的稳定性至关重要 内华达州的测试也已充分验证了这一优势 采用类似精密系统的工厂 其服务呼叫量减少了22% 通过3D激光扫描仪与自动化量 居客斯拉实现了实时质量监控 以微米级别的精度检测 每一块面板每一道接缝与每一个接合点 一旦检测到异常 系统会立即向上游机器人单元发出预警 将错误修正时间缩短50% 首次通过率提升至99.7%以上 相比之下福特或大众的合格率 通常仅在97%至98%徘徊 由此不难理解 为何特斯拉的保修成本持续走低 而客户满意度却节节攀升 然而真正让特斯拉脱颖而出的 是其无与伦比的物料流转效率 自动导引车AGV与输送系统 以每秒19.7英尺的速度运输零部件 几乎是传统电动车工厂9.8英尺飞秒速度的两倍 这种高速运转彻底消除了装配环节间的等待时间 确保生产流程持续不间断的进行效益如何 仅单条生产线日产能可达3000辆Model 2 年产能高达96万辆 这已是系统预设的运营上限 工艺革新进一步巩固的优势 液压加剧电池对接站技术 将电池安装时间从12分钟缩短至仅2.5分钟 该设计支持单线年产35万辆 通过94%的运行效率 使产能较Lucid在内华达州的工厂提升15% 同时内部热速性成型工艺 实现了88%的材料回收 每生产7000辆车可减少45吨废料 在德克萨斯州 可持续性补贴政策激励着生产效率 符合条件的购车者 可享受12%的购车返利 使得Model 2从交付首日起 便更具性价比 想象一下漫步于这座工厂之中 每一步都仿佛预示着未来已然降临 机器以完美的节奏协同运转 机器人实时动态调整 人类得以专注于精密工艺与品质提升 而非机械重复 这正是特斯拉对品质的承诺 即便在疯狂的速度下 对品质的承诺 也始终超越了任何可能出现的混乱 这并非简单的自动化取代了手工技艺 而是先进科技将人类能力提升至 传统制造商尚无法复制的全新高度 那么若要在这套生产体系中选择一项最令您心动的突破 作为未来的Model 2车主 您最看重哪一点 若Gigapress一体化车身结构的卓越完整性 令您确信其长期耐用性 请选A 若机器人无可挑剔的精度和显著减少的售后呼叫 证明了特斯拉无与伦比的可靠性 请选B 若其可持续制造方式与由此带来的成本节约 彰显了其最明智的财务选择 请选C 请在评论区留言我将逐条阅读您的真知灼见 第二特斯拉生产线相较于行业巨头 究竟因何显得如此疯狂 然而机械设备与生产流程的创新 仅仅揭示了冰山一角 真正的奥秘在于当所有系统被无缝整合 并与福特通用大众及丰田等传统巨头的实际产量 进行对比时所展现出的惊人差异 那些让特斯拉生产线相较于行业巨头 显得不可思议的参数 并非源于某个单一组件的突破 而是源于其整体性能差距的季度性持续扩大 制造领域的三大核心标准是 速度 精度 与规模 那么特斯拉究竟是如何同时实现这三者 而其他厂商却连单项都举步维艰 答案在于那些激进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参数 直到您看到他们与福特 大众和通用汽车 当前实际交付数据的对比 便会豁然开朗 由哪家车企能打造出日产超3000辆 且近乎零缺陷的生产线 数据给出了否定答案 日产量对比 特斯拉Model 2生产线日产量高达3000辆 按300个工作日计算 年产量可达约90万辆 福特F1150 Lightning生产线日均产量约1000辆 年产量约30万辆 大众ID 4 工厂日均产量约850辆 年产量约25.5万辆 通用汽车电动汽车业务 日均产量约1200辆 年产量约36万辆 特斯拉的领先优势并非微弱差距 其产量领先于次位电动汽车 生产线高达150%至200% 这一差距标志着大规模生产本质的根本性重构 周期时间揭示了更多真相 特斯拉Model 2从裸车架到整车完工仅需7.5小时 而行业平均水平为每车12至14小时 这意味着周期时间缩短了45%至50% 既能加速交付又不牺牲品质 订购Model 2的消费者无需苦等数月的生产排期 当竞争对手的车辆仍在组装中途时 特斯拉的生产线以优化至可完成整车制造与发货 质量指标区分了信心与营销的 本质 特斯拉首台车一次通过率超过99.7% 这意味着每千辆车中仅有不足三辆 在出厂前需要修正福特F1150 Lightning 98% 大众ID4 96% 通用汽车电动车型97% 纸面上的微小差距 实际却直接转化为更少的召回 更少的售后反攻 以及消费者信心的显著提升 毕竟谁都不愿在购车首年 就为售后预约烦恼 当涉及长期可靠性与残值时 每个百分点的提升都至关重要 材料利用率正是特斯拉工程体系 无可辩驳的体现 屡材与钢材报废率始终低于0.8% 而传统电动车生产线的报废率 则高达2%至3% 每辆车的能耗降低18% 冲压与喷涂工序的用水量 每台减少15% 对于精打细算的家庭和退休人士而言 这不仅是环保责任 更是生产成本的直接降低 最终汇集消费者 正因如此 特斯拉才能在不牺牲结构完整性 与性能的前提下 提供更实惠的电动汽车 劳动力优化证明 特斯拉深岸人 力技能的增值领域 与自动化主导的环节 特斯拉生产线 每名操作员可管理12台机器人 而传统工厂仅能管理516台机器人 这既减少了人为失误 又使人力专注于机器 无法替代的高价值精密任务 您的爱车得以更快 更智能 更少失误的完成组装 当可靠性定义您的用车体验 并决定您是否向朋友推荐该品牌时 这些细节至关重要 工作流优化赋予特斯拉竞争对手 无法企及的灵活性 模块化机器人单元 实现快速切换 Model 2系列车型 无需停产等待 特斯拉的预测性工作流 能动态调整装配步骤 在瓶颈形成前予以化解 其他车企依赖的刚性流程 一旦某工未延误 便会引发连锁延迟 导致交付日期推迟数周 特斯拉的系统能预判问题 并实时调整生产流程 即使突发状况 也能保持稳定产出 正是这类创新 让您意识到 自己购买的不仅是汽车 更是正在体验 可靠实用的未来出行方式 每项规格 每次效率提升 每次品质改进的实现 皆因特斯拉以性能 而非传统为核心 构建了整个系统 Model 2不仅更经济更高效 其本质优势在于 生产流程彻底消除了 其他制造商习以为常的妥协 但这远不止于单一工厂 或单一车型的突破 这些生产能力 不仅赋予特斯拉巨大的市场优势 和竞争优势 不仅在美国如此 他们更将重塑 全球电动汽车的制造方 指问题不在于 特斯拉的模式是否可行 而在于其他厂商 能以多快的速度适应变革 以免被永久淘汰出局 第三 特斯拉的新生产线 将如何革新 全球电动汽车制造 单条生产线究竟如何影响 整个全球电动车产业 同时实现前所未有的 更快 更廉价 更可靠的交付 答案始于看似简单 却蕴含深意的设计 特斯拉建造的 不仅仅是普通的生产线 更是一套可供复制的制造模板 2026款Model 2生产线 其意义不仅局限于 德克萨斯或内华达的单一地点 它为可扩展超灵活的 电动汽车制造新时代 提供了蓝图 通过模块化机器人单元 特斯拉可在全球 几乎任何地点复制该系统 无需耗费数月 进行高成本的设备改造 当其他汽车制造商 可能需要耗费近一年时间 为新车型改造工厂时 特斯拉能在短短一小时内 完成车型切换 其成效令人瞩目 未来电动汽车工厂的 设备调试成本 可降低25%至30% 这不仅加速了 电动汽车的生产进程 更实现了全球市场的 财务可持续性 但真正的革命在于可持续性 每辆驶离特斯拉生产线的汽车 其材料废料率低于0.8% 每辆车的能源消耗 降低18% 用水量较传统电动车工厂 再降15% 这些并非虚荣指标 而是证明特斯拉 能以更低的环境 与运营成本生产更多车辆 这对全球车企而言 树立了新的竞争基准 其他厂商若想保持竞争力 必须采用同等效率标准 否则将面临彻底落后的风险 更关键的是速度 传统车企需要数年 才能将新电动车型推向市场 特斯拉Model 2生产线 可将周期缩短6至12个月 这意味着消费者能提前 近一年体验最新创新成果 包括改进的电池化学配方 新型结构安全系统 或更智能的能源管理技术 这些都领先于其他所有竞争对手 这种优势正在重塑技术进步的 节奏本身 对消费者而言 这一切最终转化为切实价值 随着生产效率的提升 单车成本持续下降 从而实现降价而不牺牲品质 得益于日产3000辆的产能 Model 2的交付等待期 缩短至416个月 德州或佛罗里达州的家庭 终于能安心购车 无需再为漫长的交付期焦虑 对于依赖可靠低维护交通工具的 退休人士而言 特斯拉超过99.7%的首次合格率 意味着长久的安心 您的爱车将如承诺般稳定运行多年 安全性能同样实现飞跃性突破 特斯拉采用激光焊接车架 与实时检测系统 使每辆Model 2的结构刚性 较传统竞品提升高达20% 每道汉凤每个接合处 每块板金均以微米级精度完成检测 这意味着更少的召回 更少的维修站之行 以及更多纯粹享受驾驶的时光 您是否认同特斯拉的生产模式 将成为全球汽车制造商的未来蓝图 若您认为该体系代表着 汽车制造的全新全球标准 请在下方评论区标注特斯拉制胜 让我们看看有多少人持相同观点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适应变革的车企将生存下来 固守过时工艺的企业将被市场淘汰 对您这样的消费者而言 这意味着汽车史上前所未有的 更优质的车辆 更短的等待时间 更低的成本 以及更高的可靠性 若这段解析让你看清 特斯拉为何能持续领先 而竞争对手仍在找借口推诿 请帮个忙 将这段解析分享给那些 仍在观望电动汽车的朋友们 他们需要亲眼见证 制造现场的真实景象 而非仅凭新闻稿的承诺 在结束前 请留言分享特斯拉生产能力中 最令你惊叹的环节 是周期时间的显著缩短 材料利用率的惊人提升 还是每日产量的宏大规模 我将逐条阅读各位的真知灼见 这些洞察将指导我们未来的报道方向 感谢今日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